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伟廷 刘律师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在法院的诉讼正是如此 诉讼的双方各自都有一些主张跟请求 可是法官没有办法单纯就是依照你讲的话 就来决定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法官只能依据多少的法律还有证据来做一个判决 那不能够以满足多次人的观感来做一个决定 不然就会产生真身杀人 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法庭内 就会出现很多的冤案了 那我们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一个人被车撞到了 结果法官判决这个人无罪 那你一定会觉得这一定是恐龙法官 被撞的人尤其更生气 那其实法官根据了这些笔录 还有当事人的陈述 发现这个人之所以会被撞 是因为他闯红灯又穿越平交道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可能他被撞其实是自己所导致的结果 因此法官才判这个撞人的人是无罪的 好那在我们国立中正大学的犯罪研究中心 调查去年的治安的满意度 发现我们整体的满意度通通都下降了 特别像是法官检察官跟警察 他的满意度下滑 而且对法官的满意度 居然不到三成 显示民众我们对于法官的公正公平的审理 判决这个刑案不满意非常非常高 高达了七成 所以公平的对待或是公平的判决 有的时候会造成一部分的人是满意的 一部分的人就不满意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有一些人抱怨 法律难道是永远在保护好人 或是永远在保护坏人呢 到底是在保护加害人 还是在保护被害人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 法律需要的思考的价值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们想透过今天的节目 让大家来一窥法官判决的逻辑法则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绿邮金 全家的笑都开心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一位特别来宾 翁建祥翁大律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翁建祥律师 还有我们王林子王大律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王林子律师 我相信律师一定碰到很多 当事人对判决非常不满意的案件吧 林子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案件 是因为我们的司法判决只能够依据法律 那法律如果规定的有问题 或者是说有些不合习的地方 判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不会如人的预期 那这样子大家就会对司法开始产生不信任 就会有恐文法官的产生 没错 而且我觉得好多人对于法律的认知就不太一样 真的 对像我今天就遇到一个当事人说 我签别人的名字这样就要被抓去关 那不是伪造文书吗 对我们说这不是伪造文书吗 只是签别人的名字有这么严重吗 我心里也是三条线 那我以后都可以签你的名字吗 那翁律师有没有 如果当事人自己遇到案件 只要是法官判他赢 他就会跟我们说 这个司法是非常公正 是非常有救的 没错 但是如果他遇到败诉 他就来抱怨说 这个法官是恐龙法官 或者是收了对他的钱 这几乎是职业律师常常听到的话 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当事人是没有自己有案件 那他一般对司法印象就是从报章媒体 从新闻得来的 那我们看到新闻的标题 常常看到冤狱 乌龙判决 恐龙法官 这样当事人对司法印象当然就有非常放大的效果 没错 我们近年来其实司法院大力的在推动 所谓的国民参审制 希望民众也能够担任这个审判者 透过实际参与这个审判的过程 让我们的国民可以亲身来感受 法官在判案的时候 到底受到什么法律的限制 例如说这个酒驾车祸 能不能判死刑 很多这个当事人有这种想法 很多民众有这种想法 可是法律规定就是没办法判他死刑 因为法条就没办法判到死刑 让民众多参与一些 能够多一些感受 我们也从这些民众参与的过程当中 去了解到说 有一些有利不利的被告 他的证据 如果说很难去判断 这证据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让民众也可以去知道 你看法官其实也很为难 很多时候证据不明 你叫法官怎么判 所以法官透过这些国民的参审 可以更加了解很多民众的观点 产生一些双向的沟通 能够多元的了解审判的角度 当然也希望可以接力气的 多让这些法官知道民众的社会意见 我们来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带来今天分享的案例 你自己去吸毒后面来犯案 你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子得到减刑 他的判局的解释是说 他虽然有一些吸毒的经历 但是他过去没有精神病 我们一般来讲老实讲也不会认为说 吃了毒就一定会遇见自己将来会杀人 那我就把现场的情况开照 然后录影 然后最后写状给警察官 最后才还这个清白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如果今天遇到一个杀人案件 结果却找不到凶手或凶手被判无罪 大家觉得会有什么感受 到底被害人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是经济上的辅助 还是心灵上面的慰藉 是加害人这条人命一命抵一命呢 还是跟他说一声抱歉 所以很多重大刑案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只有最新判决结果出炉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加害者的身影 再次被带到观众们面前 才会去想到那些曾经在案件当中 受到伤害的人们 其实已经在烟消云散当中已经不见了 很少人有知道 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那这些被害人当年的伤口 是不是已经愈合了 那被害者有没有得到社会的同情 那法官判决 是不是真的能符合我们民意的期待 还是有什么准则来当作依据呢 王律师你有接手过什么样子的刑案吗 他就是在桃园有一个良性良的男子 那他本身有一些精神状况 他有一些吸毒的行为 那有一天他就是在家里又精神状况不太好 他妈妈回家的时候 他就跟他发生了冲突 然后居然哪里把开三刀 朝他妈妈砍了好几十刀 对最后响应的结果是至少三四十刀以上 然后甚至把头都砍下来了 那还把头颅跟开三刀一起丢到社区的中庭 然后他们家楼下 记得这个新闻 他们大的案子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很多这个他们社区的人看到才吓到 对对吓到吓死因为就是楼下邻居 我看到判决写说 楼下邻居听到楼上有踹门的声音 然后男子大声叫骂 然后还有女子在哭泣的声音就报警 那后来检察来了之后才发现 中庭就一颗头 吓死人对 那后来当然就马上把人逮捕了 对 那这个案件我觉得比较受到争议的是说 因为这个犯罪现场很明显 到了找到了 也是他杀的 对那没有问题 对那一审的时候因为 我们一般来讲 杀害直系尊庆署应该叫判死刑的 对而且比较加重其刑 对那因为他的姐姐又帮他求刑 那所以但是因为他确实有一些精神状况 在按照精神鉴定出来之后 认为他已经有这个 他的行为辨识能力有降低 所以是判处无期徒刑 我觉得这样的结果是大部分人都还可以接受 结果到二审的时候 二审的法官认为 他的行为当时已经完全形成丧失了 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 别人就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不知道自己在吓死了 所以改判无罪 那改判无罪下来之后 其实那阵子的新闻就闹得非常大 因为大家会讨论到说 他这个是吸安非他命吸到自己疯子 吸到疯到把自己的妈妈头砍下来丢中庭 那居然无罪 对那这样子以后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说我要打爸爸打妈妈都没事 或者是我去吸个毒来杀人就没事了 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这种行为 到底法院的判决 怎么跟人家弱差这么的大 那后来又上诉三审 那三审就把二审的判决给撤销了 那最近他跟一审的判决出来 就是认定说他确实是因为吸毒造成他的精神状况 那但是还没有到完全上市的程度 所以还是判处他武器徒刑 哦 不然真的是吓死人了 不过这个在法律界其实工房上也是很困难 因为其实很多民众不知道 像这样子的精神病患 他要不要请律师 他一定要有律师 法律规定杀人案件 就三年以上有期凸刑案件 强制辩护一定要请律师 他毕竟也是保护律师 对那请了律师 大家会不会想说 你这律师这么黑心 这么帮一个杀人犯 还是这种凶手 最后还帮他打到无罪 哇你这律师应该是先抓去埋了再说了 所以可能就按这律师 因为蛮佩服他的 压力也很大 对压力也很大 可是你如果是身为他的律师 我们律师的天职就是这样 我们还是得义无反顾的 能够为他的权益来做主张 那至于说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 有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是医疗鉴定 对因为这个案件 大家要讨论的比较多的是说 就原因只有行为 你自己去吸毒后面来犯案 那你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子得到减刑 对 那他的判决的解释是说 他虽然有一些吸毒的这个经历 但是他过去没有精神病 那我们一般来讲老实讲 也不会认为说 吃了毒就一定会遇见自己将来会杀人 对所以就认为说他的吸毒关 吸毒跟后面造成他精神出状况 是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认定他还是符合减刑的要件 这个要跟民众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过往曾经发生过说 我想要去杀人 但是我没有勇气 所以我怎么办 喝酒壮胆去杀人 结果我喝酒壮胆去杀人 因为我喝醉了 所以我搞不清楚了 居然我喝酒杀人可以判无罪 那其实法律不能接受 法律认为说 你明明知道你就是要去杀人 你只是让自己壮胆喝醉 然后去杀了 法律上还是认为 你是利用喝醉杀人 是犯杀人罪 可是今天在刚才讲的这个个案上面 他今天让自己吸毒 是不是为了要杀妈妈 对是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说 他当初吸毒就是为了杀妈妈 因为平常两个其实母子感应是不错 对法官就是认为说 看起来他没有想要杀他妈妈的状况 只是可能吸毒了以后跟妈妈吵架了 所以他自己搞不清楚状况 就把妈妈杀了 而且他好像也不知道自己 其实使用好多种混合的药物 他以为自己只有吃安非他命 可是咽尿结果出来 又有卡锡糖 又有Ketamine什么的 因为现在很多毒品都是混合包装 那他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吃了这么多 所以意思是说卖他毒品的人 其实是没有让他说清楚 他买到了一包这个毒品 是混了很多不同毒品的 纯度不够 所以他要先去告那个卖毒品的 你怎么可以卖给我一个 这么差劲的毒品 让我吸了以后 结果把妈妈杀了 对啊 OK 所以大家看了这个 我们一般想象上说很难理解 怎么会杀人 结果最后判无罪 还好当然最后 法官现在二审听到的是 判的是无奇毒品 就是现在对 现在跟你审是这样 那当然不知道会不会后序 上诉三诊会不会再改判 但其实这个重点 有时候不是在法官 都是在那个精神鉴定 对 对啊 到底鉴定 如果说精神鉴定出来的报告 医生就是挂波警来说 这个人在杀妈妈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法官要硬判他 对啊 因为法律规定就是这样 对啊 也很难 法条就规定说 一个人如果心神丧失 精神浩弱 什么都不知道 你法官就不能判他有罪啊 对 这个法官也很无奈想 判到有罪也有困难 可是民众不理解 没办法接受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杀人就是要偿命啊 对 那你至少要无奇徒刑啊 对啊 但是我这个身为法律人 我们在这个法律实务工作 我还常常听到法官抱怨 抱怨说有一些案件 检察官明明就知道 这个人可能精神有问题 不能够起诉他 然后呢 检察官实在是不想被认为恐龙检察官 他就管你的 我就把你起诉了 其实我要替检察官报屈 因为啊 在精神鉴定这方面 需要花很多的钱 检察官很穷的 第一军主根本没有钱就鉴定啊 那没有鉴定 当然我就认为就没有嘛 我就送到法院那边 有法院就送鉴定再说吧 建强这边有没有 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就很多医生现在说我不鉴定 对 因为法官把这个社会压力的那个名义 推给了医生 说是医生说的 但在这个其实鉴定上 这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是 现在有人在讨论一个是 医生能不能去鉴定 他当时行为时 因为其实医生后来鉴定的时候 是这一个嫌犯 送到他看到他的状态 对在他面前的时候的精神状态 但是医生是不是神 其实法官不是神 医生也不是神 他有没有办法去鉴定说 当时在他犯罪 杀妈妈的时候的时候 他的精神状态 其实这也是很值得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 刚刚做一个步骤 对那我们想说医生你既然不要躺 你就说他精神很正常就好了 对对 全天下都希望这个被告抓去判 判死刑 可是医生也不能违利自己的专业 是啦也是也是也是 而且其实在实务上 我自己遇过的当事人里面 就有真的有 其实他来的时候 就很正常 但是他只要一开庭 我相信做很多律师做九六经验 有有有有 一开庭看到法官的时候 就立功了 对 开始精神就 靠弱 对对对对 或者是呢 很多伤害和车祸的案件 开始行动就不变 对 突然就行动不变 是 你那个是演员吧 这个我看过很夸张的 我曾经 我在当警察官的时候 我从外面要回法院嘛 然后就看到门口 有一个人从轮椅上站起来 然后开始拆绷布 你知道那个纱布 像木乃伊一样全部拆掉 拆掉这位可以正常行走 就在法庭外吗 对就法院外面 他本来是推着轮椅 然后像木乃伊一样进去了 天哪 他可能开完庭了 太可怕了 就非常夸张 太可怕了 对 不过刚才建强讲了 我昨天前两天开庭才一个 我们的当事人跟我们讲话都好好 当然是有点情绪激动的 就是很义愤填膺的 说哎呀他什么 他觉得他被冤枉什么 开庭要好好跟法官讲 结果一去开庭你知道怎样吗 法官你如果不相信我 我当场死给你看 我等一下就切副 他就连续去看太多了 我们在旁边都吓到说 不会吧 然后真的拿出一把刀 就没有切副 对然后就被法警架出去了 他怎么安检的时候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可能安检比较松散 但是真的 我就是看到我自己都吓一跳说 这把刀感觉不是拿来对付 法官就可能拿来对付律师 他应该会当庭被用妨碍公众给牵绊吧 没有因为他是在拿刀自杀 所以还不会 但是我就要赶快跟他解除为人 对啊 这很恐怖耶 来来介绍你有遇到什么案例 我当年 有做法律服务案件的时候 有个法府的案件 他就移送来 派案给我 他的案有很简单 写的是 是窃盗 现行犯 然后他的副注是当事人说他承认有拿背包等物品 但是坚决否认有窃盗 这是什么道理啊 这个一个满头雾水的一个状况 我有拿别人的东西但是我不是窃盗 而且他 所以我们只好找那个当事的老先生来聊一聊 那慢慢问他案情 他就说他一生清白 从来没有前科 那当天呢 因为他有爬山的习惯 每天会坐公车去爬山 然后爬山当然是穿短袖短裤 然后爬完山了以后固定会坐公车 下公车 然后再去吃早餐 但是呢 当天他一下公车就发现旁边的骑楼 有一个双肩背包 老先生想说 那这样子担心背包被人家捡走 不晓得是谁丢的 他就站在 不如我捡走吧 对 是这样吗 是但是他呢 先站在那个地方 等了十分钟 他人真的很忠厚老实 那看到十分钟以后呢 没有人来捡 他就想说那我就把它捡起来 拿到对面 对面的派出所 对啊 那很好啊 好 但是呢 等到他慢慢走到 今天走路比较慢 对 他大概走了一个街口的时候 就有个年轻人 就追上来了 就直接拉住他说 小偷 这是我的包包 你偷我的包包 说我要把你送警察局 哇塞 阿伯说没关系 我正好就要走去警察局 但是呢 刚刚说 其实现在司法有进步 那是一个 在法国当年是没有 检警赔征的年代 所以呢 他也没有能力请律师 他就被那个年轻人 就这样扭送警察局 哇扭送 当成欠侵犯 本来慢慢走 他慢慢走 他是要拿杯吧 好心的要去警察局 但是他是被那个年轻人 抓去警察局 好那警察呢 看到这个老先生 刚爬完山 对 短裤短袖 对 然后其实又脏兮兮 又一样游泳 看起来像流浪汉 然后呢 那个年轻人呢 其实就穿着正常 对 然后就说 坚持说他偷他的包包 的确 他拿着他包包啊 而且在路上走啊 是 所以警察就做了笔录 那就一如 反正就把双方的记忆器就送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后来呢 当天我们了解 他连监视器都没有掉 法服派案给我了以后呢 我就第一件事情就是写状 向警察官申请 说要掉监视器 因为我想大家有经验的是 等到监视器其实他有保存的期限 他硬碟有他的容量的大小 很短的时间 是 如果等到上了法院 再去掉的时候 通常都会跟你讲说 已经没有监视录影画面 洗掉了 对 那如果没有监视录影画面 其实是很难还当事人的清白的 对 所以 这个神奇的案件呢 我们就 掉了监视画面了以后呢 发现 老先生真的 没有打开过那个包包 但是那个年轻人坚持说 包包里面的六把全书 还有他的钱包不见 蛤 所以可能 所以可能 对啊 或者是老先生之前已经有一手偷走了 那所以呢 可是呢 因为还好有掉监视器 台北市的公车站 还有骑楼算发达 监视器算普遍 我们看了 当场我们跟检察官在 勘验那个监视器 发现 真的从老先生下公车 站在那边10分钟 看得出来 看了他就站在那边老实的等10分钟 一直到他拿包包 掉沿路骑楼的监视器 确实一直到他被年轻人抓住为止 他都没有打开那个包包 好 所以呢 本来有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就是检察官 反正清白了 对 没有 可是这个年轻人呢 他应该是去补习要考 念法律的 司法有法律的 他就跟检察官说 那可是这个是遗失物 对 我还是要告这个老先生 他碰我的东西 我要告他轻占遗失物 然后他就说呢 他就跟检察官讲 老先生说要拿背包去警察局 是错的 因为我抓到他走的那个方向 是远离警察局的方向 所以呢 他不可能是要拿包包去警察局 他一定要偷拿回家 好 前面的窃盗部分解决完了以后呢 又要面对这样的指控 气人不舍 是 那这时候呢 检察官呢 就在排下次开庭 对 那当年呢 做律师的总是要去想一些方法 那因为当时呢 我自己也觉得这实在是 太离奇了 气不过 对 所以呢 大概两天以后 我就早上做一样的公车 我真的啊 我自己跑去现场 好认真啊 没有看到那个包包 当然是没有 不会每天都有包包可以捡 但我自己坐公车 到那个站下车 我发现一件事 那个时候呢 老先生说的其实没有错 因为他表达难力不太好 当时那个巴德路上 他是在盖捷运松山线 所以呢 他捷运有围离 那如果照正常的路口过去 是过不去的 所以老先生不是反方向 也不是绕路 因为那是他唯一 可以到警察去 到对接的路 对 因为封住要绕路 对 那我就把现场的情况拍照 然后录影 然后最后写状给检察官 那最后才还这个 这个清白 哇 各位观众你看 一个看起来像是窃盗 或侵占遗述触案件 真的 经过了律师 努力了以后 真的是可以还到这个被告清白 如果我们只是一般民众 道听途说 可能真的觉得老先生 偷了这个小朋友 年轻人的东西了 所以你看 透过这个调查 还真的是有机会 让真相越来越明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个最高法院非常的妙 他发挥的理由 他觉得那个律师写得太好了 他直接照抄 也就是说 其实法官也非常肯定说 那二审的法官 这个理由是错的啦 那基本上 你不可以用救人的名 留在现场这件事情 去推论 说这已经是有罪推定了 就我法官在判决书上 就是写说 这个崇宏针这件事情 就是律师自己 自己讲的 没有什么依据 然后就跟一笔带过 我就非常生气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你至少勘验 然后这个东西是有科学 可以计算出来 各位你们知道 其实律师在办理这些相关的案件里面 最常碰到的是什么案件吗 其实就是大家生活上最常遇到的 叫做车祸案件 其实车祸案件听起来也很简单 就两个人相撞 但是有的时候车祸案件会把人撞死 有的时候车祸的人还会有酒驾 也有很离奇的 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死 这个人是怎么被撞的 或者是当场没有监视器画面 其实还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这样子的车祸案件发生 那车祸我们除了去认定 谁的造势责任 要去坐牢 要去关判决以外 还有很多相关的赔偿 像我们有医疗费用 看护费用 增加生活所需费用 劳动能力减损 不能工作的损失 还有精神赔偿 甚至还要装抑制 交通费等等 非常非常多密密麻麻细节的 这些相关的 这些法律上的权利要做主张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些有趣的 或者是特别的 这样子的车祸案件 林子你有没有遇到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车祸案件 有 我有个当事人 他是那天就吃完姜母牙之后 开车上路 他平常其实没有在喝酒 只是刚好朋友聚餐 对 那就有喝有超过一点点 他是有喝酒 他是吃姜母牙 他说他只吃姜母牙 对 他们有喝 他只吃姜母牙 吃完之后要回家 那就走他平常固定回家的路 这样子 那开车开到一个路口 他从一个桥上下来 下来之后开到一个路口 准备要左转完 让他在就是先停等嘛 然后看没有车 他就要转过去 结果没有想到对象一辆机车 就是很快速的骑过来 那就发生了碰撞 好 那结果很不幸的 骑车骑士就过世了 对 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因为他本身验出来的酒精值是0.21 其实还没有超过0.25的标准 其实在刑法上是还没有达到酒驾 对 但是超过0.15 还是要拔还的 对 但是因为又刚好 那个死亡的被害人 她是就是蛮漂亮的女生 其实这个案件有做过车祸鉴定 那当时是认为说 如果他是在两台机车 两台车子都是在黄灯的时候 那就是转弯车没有力量指行车的问题 是以汽车是造势阻音 对 那如果汽车 因为他是在过了黄灯之后 他已经跨越停止线了 那如果汽车是这个情况 那机车是红灯的状况 那就是机车闯红灯 对 所以其实号制是很重要的 那在后来送负益的时候 是认为两台车都是载黄灯 就是长路车档 所以同为造势阻音 但是一审的法院判决 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机车的部分 他认为责任就是转弯车 没有力量指行车 那就判一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不认为他是酒驾 单纯就是过失致死 可是因为判得非常重 那也没有办法缓刑 那当然后来到二省 我是协助二省的部分 家族付了好几百万 对 总共付了七百万元 几乎在车货案件里面算是天价的和解金 对 非常高了 对 那这个案子 我去看了监视器画面 因为那条路也是我常走的路 然后我很仔细的去计算 我发现其实那个机车 因为监视器画面看的很明眼 汽车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他有先在路口等 因为我们一般都说要离浪执行车 你一定要等 他就等了之后他评估 车子还有一大段距离 他才转弯 但那台机车很明显时速破百 而且车速很快 骑机车时速破百 他骑那个比较大的机车 女生骑重机 对 那我们算下来 就算没有破百 绝对超过50 因为至少有七八十以上 那我就画面一格一格 就是算给法官看 然后就是把后面截下来 然后写得很清楚 我说因为我觉得当事人没有否认犯罪 但是我觉得这个案子 你还是要去评估说 这个刑事责任方面 被害你是有责任的 你不能完全认为是 我们被告的责任 对 结果法官在判决书上支携说 这个闯红灯这件事情 就是律师自己讲的 没有什么依据 然后就一笔带过 我就非常生气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 那你至少勘验 然后这个东西是有科学 可以计算出来 坚持后面会一格一格几秒钟 那我们的号制 会有什么黄灯几秒 红灯几秒 跟地上的那些枕目 那个其实车祸鉴定报告上 都有数字可以去计算出来 没错 对那我觉得你今天法官要判决 你不应该 这样一笔带过 对那这样子当时你没办法接受 可是你会不会有感受说 像我常常遇到车祸案件 因为是很常发生 会不会法官常常套用他的立稿 对其实 会不会 或像你们检察官起诉 也都套用立稿 很多就算了算了算了 可是我觉得这件又难在于说 因为一审是判一年 对那后来我们在二审有和解 就付了七百万 那当然我们就是求到缓刑 所以法官也不想要重判 其实我本来一直认为 应该有机会可以改判 比较轻的行动 对因为而且也和解了 对那 但是就是觉得 一审的法官没有很仔细去注意 这个超速跟闯红针的问题 二审法官也不管 基本上二审就认为 反正你们和解了 对 我就直接上诉都不会 对然后我就直接加个缓刑 这样子 他的判决数非常好使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是没有把事实完整的呈现出来 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其实老实讲 这个案件是这个当事人 他能够负担得起 可是别的案件 其实我们手上很多案件 当事人是对啊 根本不可能拿出700万和解啊 对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高的金额 没错没错 不过从林子这个故事分享 我们也知道说 说真的很多时候 律师也尽力了 可是法官因为手上案子也很多 或者是法官觉得 这个案子不是那么重要 可能判决相对就会比较草率 这个也是我们很常遇到的状况 我还遇过一个 就是也是很特别的 在九彎十八拐 被移的时候 骑着重机 然后自己跌倒 滑到对象车道 滑到对象车道 刚好是一台法拉利 然后就撞上去了 大家判断的想法都是说 这个机车其实自己滑倒 然后滑到对象被法拉利车子撞过 而且法拉利没有超速 就撞上去了 后来这个机车其实死亡 法官判这个法拉利的车主有罪 因为他有钱 因为他开法拉利 对 其实我们想法是这样 然后最后当然这个法拉利车主 也是请很厉害的律师 最后是怎么去认定呢 他提供了行车记录器 我这个车子 我这个行车记录就照着我前面 当我看到那个机车 其实从对象滑过来的时候 完全来不及反应 0.7秒 只有0.7秒的反应时间 我踩煞车 车子也没办法在我反应的时间内煞速 所以不应该认为我是有责任的 因为不管我看到了一定都来不及了 因为只有0.7秒 而且最后就是也掉了很多的食物见解 一般食物见解说 我们一般驾驶的反应时间1.8秒 所以你至少要有1.8秒 我看到没有踩煞车 我撞上去你可以算我的 但是你过来就0.7秒 讲白眼就我看到就已经压过去了 所以最后他是判无罪的 对只是这个判无罪 因为他就是到二审才改判 所以二审的时候 他也是跟被害人和解了 因为本来被害人 他根本不是他的事 对本来不是他的事 可是谁叫你开拔 法官就希望你就赔偿钱给人家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公平 最后他也赔了一大笔钱 然后法官判他无罪 好那是不是皆大欢喜 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结果就是 把车子卖掉 不要再开这种车了 太危险了 因为他很矛盾 你是无罪 但是你民事上又要赔一件 对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对对 建祥呢 这边有没有遇到 那我这边呢 讲一个比较轻松的 一个算很离奇的案件 嗯 基本上呢 好 一个无罩驾驶的骑机车 嗯 然后呢 去碰到 其实最后建议结果是没有碰到 就他从右侧超车 嗯 然后呢 去遇到一个酒驾的老阿伯 嗯 去骑脚踏车 嗯 酒驾骑脚踏车的阿伯 嗯 然后呢 就 世界上就这么巧 一个无罩的 在的女朋友 嗯 就去刚好遇到一个 喝酒 骑脚踏车 骑脚踏车的人 嗯 好 那结果呢 他从右侧超车了以后呢 因为天色昏暗 嗯 这时候呢 后座 他女朋友是一个护理师 嗯 他就发现老先生后面好像有脚踏车倒了 嗯 所以呢 对 是不是吓到 当然家属一直是这样子 知道吗 哦 那是不是吓到有没有碰撞 这个需要鉴定 嗯 可是当下这个驾驶 跟这个他的女友护理师 嗯 决定就回头 嗯 因为有人跌倒了 需要救助 所以他们就骑回来 哦 也救助了 对 也报警 也打119 不然就变肇事逃逸 是 所以没有肇事逃逸 可是呢 他的女友就在现场急救 嗯 但不幸的 这个老先生 还是过几天 还是走了 啊 骑小大车喝酒 结果翻车就走了 对 哇塞 那这个时候呢 在台南乡礼间 家属就抗议了 家属说 一定是你们肇事 如果 因为现场晚上没人 对 如果不是你们肇事 你们干嘛要回到现场来救助 所以你最好赶快跑 对 不能当好人 好人难当 嗯 那最后呢 因为这 刚刚其实有爆料 在地检署的时候呢 经费不足 他其实没有做详细的鉴定 嗯 到底 机车跟脚踏车有没有碰撞 嗯 反正呢 家属 一定认为有 对 那 当事人是说没有 嗯 那机车基本上他也没有 这个 在过往年代他也没有去装行车记录器 嗯 所以呢 检察官决定 从善如流 嗯 我当然不扛这个责任 起诉了 过失致死罪 就起诉 嗯 这个案件呢 到了一审 法院呢 其实有充分的时间去鉴定 嗯 所以一审的法官 因为这个案子毕竟牵涉到人命 对 所以呢 他就去送了鉴定 嗯 最后鉴定的 认为是没有发生碰撞 嗯 那所以呢 这个 还机车骑士清白 对 一审判他无罪 OK 好 很好啊 那本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对 但是你用家属的角度去看 这怎么能接受啊 对没错 一条人命耶 对 所以呢 就请求检察官 就依着检察官上诉 好 检察官就真的上诉到二审 嗯 到了二审 法院呢 其实他也没有做什么调查 嗯 就把原来的卷宗再看一遍 嗯 然后呢 鉴定的部分也没有重新鉴定 他自己想要改判有罪 啊 他觉得 他鉴定不是就说没碰到 他怎么判有罪 但是他认为他有肇事 他给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理由 他的判决理由是说 嗯 如果 因为当天是晚上 对 那正常的人 嗯 如果你不是造势者 你 如果你看到路导的老先生 你打电话 给救护车 给119就可以了 嗯 正常的人 如果你不是造势的人 对 你怎么会回过头来 还到现场 然后还帮他救治 哇塞 天啊 这个应该是法官自己的想法 这个理由太瞎了吧 他用一个很奇妙 莫名其妙的理由 而且很多人 这个我们新闻上常看到 要帮忙别人的 热心的人 他就变肇事者了 所以 二审敢案有罪 嗯 那当然现在换这个机车旗士 完全不能接受 没错 那 那所以他只好请律师 因为上诉三审要请律师 也是找了相当不错的律师 上诉三审 那律师上诉三审的理由 其实写得非常的漂亮 他的理由是说 其实就突破了二审法官的盲点 他意思是说 救人是一件美事 对 如果照二审法官的逻辑 那我们一般人只要遇到车祸案件 都不可以去救助 救助你就是那个肇事者 你就是肇事逃逸 因为你跑掉没事嘛 对你就是心虚 你才要留在现场 然后所以呢 而且当下是没有人的 对 所以你应该只要报警就好 然后站在旁边远远的看就好 是 老天啊 可是呢 其实这个案件里面 嗯 别忘了 他的女朋友是护理师 对 这个是个天职 所以呢 二 上诉理由写得非常的好 他说如果是这样子 就等于是 法官用判决告诉大家说 我们就只管 莫管他人瓦上双 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车祸案件 我们就躲得远远的 打电话就好 对 那所以呢 这个最高法院就把他发回了 那这一件呢 其实当然也是上过新闻的 他上过新闻的原因是在于说 这个最高法院非常的妙 他发回的理由呢 他觉得那个律师写得太好了 他直接照抄 也就是说 其实法官也非常肯定说 那二审的法官这个理由是错的啦 那基本上你不可以用救人的 留在现场这件事情去推 如果你说这已经是有罪推定了 对 那最后的最后 发回来以后 这件案子 我去追踪他后来的结果 我去年底判无罪了 还好这个新的二审法官是蓝色的青天 真的是很好的判决 不然前面那个二审的法官 这个判决流出来 应该也是真的是上新闻 非常可怕 所以各位听到了这些相关的这种 我们律师看到的这种判决 你会发现说 法官真的有好有坏 所以有时候你被判这个 对你不利的判决结果 就赶快上诉 赶快这个寻求新的法官的救济 这样就好了 不用这个天天在那边骂法官 其实没有什么用 有时候就遇到就遇到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但性侵 而且是魏晨宁少女两个 怎么会5万块交保 那检方就抗告 那抗告还是没有效 因为法官认为他都认罪 那应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基案 可能也没有什么穿针之余 也不认为他在逃亡 所以就没有去压他 没想到呢 他又拿枪跟子弹去口袋 哇 天哪 又被打了 所以结果新闻上才闹开了 闹开说 为什么还让他有机会 对 那所以我们在讨论 能不能交保的时候 其实在每个法官的新政里 感觉上目前实物的确差距 是蛮大的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人们常说 到底法院的判决是情理法还是法理情 有一派认为说法当然要放在前面 法律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准则 所以如果因为情就可以动摇的话 那这样子法律就变成一张废子了 可是也有人认为说 当然情要在法的前面 因为当事人可能是基于无奈 有一些隐情 有一些迫不得已的状况 所以才会触犯法律 如果情可以优于法的话 当事人或许就有机会重新来过 而那些过分的犯人 当然是应该要受到适当的制裁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在讲这个情理法法理情 跟后面我们等等要讲到 这些人我们要不要先让他交保出来 就像是天平的两端 左右平衡或是摇摆动荡 这些到底是以被害人的角度来看 还是以加害人的人权来看 孰亲孰众该怎么看 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 林子你有没有遇到过 像是一些比较觉得不应该 把他放出来的 结果法官却让他放出来交保的 这个有一个罗姓男子 他本身是在保全公司上班 他负责在做面试的工作 他就会去人力银行 看到有一些少女他们很想要工作 有一些经济压力 那结果他就是引诱这些少女来 他就负责面试而已 那他就是看到104里面有这些女孩子 他们有经济压力有工作的需求 那他就跟他约出来说 我可以让你去拍个照片 然后帮你送去公司面试 那将来就是可以 有机会可以去工作这样子 那结果连续有两个女孩子 就是被他约出来之后 那可能他开车子载着女孩子出去 就对他们下药 那下药之后就对他们做性侵 那这是在去年5月份发生的事情 那5月初一个后来 5月底又同样的手法又犯了第二次 那第二次是因为那个女孩子 就是他被迷婚了 然后结果他爸爸一直找不到他 因为太晚没有回家 都已经半夜没有回家 一直打电话找不到人 那后来好像也有打 就是打电话给这个男子 那他才把这个女孩子给送回去 那父亲就觉得女孩子可能是已经受到侵害了 对而且女孩子自己突然昏迷了 他应该也会觉得发生什么事 他还拿女生的电话来回给他爸爸 说我有事还晚一点回家 类似这样 就非常恶劣的人 对所以后来这个案子 当然就被被抓到之后就被羁押了 对那检察官在疑神的时候 就是疑神到法院的时候 法官后来就是最后是用5万元交保 才5万元就交保 就非常夸张 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说 这种犯性侵 而且是魏晨宁少女两个 怎么会5万块交保 那检方就抗告 那抗告还是没有效 因为法官认为他都认罪 那应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鸡 可能也没有什么穿针之鱼 也不认为他在逃亡 所以就没有就去压他 那结果这个人他在去年7月份 法官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 算非常重的罪 那他就开始预谋要逃亡了 然后就在他家打造一个密室 然后后来用同一个手法 就一样在网路上用这个电竞赔完打工的名义 找到一个少女 那那个少女就傻傻的 他就可能坐车来 然后就是跟他约见面的 结果就把他关起来了 关在他家的密室 然后对他带着警圈 还拿刀威胁他 所以总共关了他66个小时 所以那个时候电视闹得蛮大的 对 那现在这个案子会大家拿出来讨论 就是说法官已经知道这个人 有这样的这么恶力的前科了 而且这感觉有点是那种性癖好 对他这个人他就是说他对就是这种未成年少女 有特别的癖好 特别有兴趣 对而且他会觉得说 他的女朋友如果对他生气都要不好 他就弄比了女生 就是有很抱负的心态 对那因为你曾经犯过这么重 所以那法官却不把他压起来 造成他间接的 你看他7月才判刑10年 8月又犯这一件 对那结果害那个女孩子又被关了66个小时 所以在交保的时候法官的审酌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对其实这也是常常新闻上大家在讨论 为什么法官就那个人不压起来 当然我们不能够因为那个人犯了重罪就一定压 可是如果说这个人确实是有这个在犯之余 那或者是逃亡之余 这本来是符合积押要件的时候 我觉得该压还是应该要压 对 其实在我们做刑事犯罪 特别是组织犯罪 会遇到一个相当的难题就是 好如果我们今天是做被告嫌犯的律师 那被羁押的时候家属常常都会 就是遇到案件的时候家属会问说 律师这件到底能不能交保 有没有机会交保 那常常以我们的实物观点会认为 这其实比判断有罪无罪还困难 为什么 因为法官在决定要不要交保的时候 他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不是像审理整个案件 那在有限的时间 而且往往又是深夜 因为到了法院的时候已经是 现在当然没有一些人询问 过往常常是深夜 那你要在让法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决定 这个人是应该积押还是交保 其实有相当的困难 那加上每个法官对于这个积押制度 他的新政的程度其实不太一样 如果律师做久 常常我们会去讨论 某些股的法官他一向就比较不喜欢压人 OK 这是一个 法官的个性 但是法官的个性 遇到他你就赚到 对 那有些法官他就比较喜欢 你就没败就没保败 对 对 他的积押率就比较高 那当然就是说刚刚提到这种交保犯难的案子 事实上在所谓的组织犯罪诈 其实常遇到 那我这边也举了一个案子 就是说也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就有一个嫌犯在台北市大安区的闹区 开枪 开枪 那很严重 好喝 对 然后呢 警察攻坚打到人了 因为有枪嘛 对 开了记者会了 送去 结果 结果法院5万交保 5万交保 这件事为什么会再上新闻的事 其实如果是交保了以后 他当事人就乖乖的 其实不会再上新闻 没想到呢 他又拿枪跟子弹去恐怕别人 又被打了 所以 结果新闻上才闹开了 闹开说 为什么 台上还有机会 对 那所以我们在讨论 能不能交保的时候 其实 在每个法官的新政务 感觉上目前食物的确差距是蛮大的 对 不过通常这种持枪开枪 这种应该都 应该要压 对啊 很少听到没有压的 对 所以这一件才会弄到上新闻 我也认为 就这样子的交保经验 跟我们一般的食物是不太一样 对也不太一样 对 不过我也跟各位分享 因为我以前也在法院服务过 我担任书记官 基本上 我们先收到这个卷宗 准备要申请积押 就检察官移送的卷宗 我们就已经决定要不要开押票了 我们可能就把要压的这个押票写好 就是法官就已经只是把押票写好 他还没有看就先写吗 不是看完卷宗了 但是我们通常是看完以后 要下去跟律师检察官 开这个深压庭嘛 对 我们已经决定要压跟不压了 就是还没有下去开这个庭 其实已经决定好了 该做的我们通通都准备好了 所以下去开完庭 就是形以如意理 你该说的都让你说 你该说 然后有时候法官就会说 那个我刚刚打的那个可以帮我插上去 把他念出来吗 就是他其实还没有开天爱经就准备了 你就看到了 书记官就把那些东西 哒哒哒哒哒哒 照着把他贴出来 对 所以有时候我心里都在OS说 这个律师到底是很会辩护 导致当事人免于羁押而出来 还是刚好就遇到这个法官 早就绝对要压跟不压的结果了 运气有点重要 对 有时候运气很重要 那不过当然律师当然是 努力去辩护 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法官没有想到的事情 只是绝大部分 我们过往大概下去开这种鸡押亭 大概100件 99件都是早就决定好的结果了 就是法官已经决定 这个就轻罪或是这个怎么样 他可能就是交保 或这个一中罪就已经 鸡押票都写好了 甚至还没开就先问说 那个人的家属地址是哪里 可能就已经要先准备这些文件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真的是非常难讲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法治兴则国兴 法治抢则国抢 法治是国家的核心的竞争力 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法律正义是不是就是公平正义呢 我们相信法律的正义并不只是一个公平正义 法律正义更涉及了很多个公共利益 这些相关的层次 而所谓的公共利益也不是这个与路均沾均等平等的 齐头是平等 绝对不是 当我们在说法律上的正义 不仅仅只是说法律很公正公平 更意味着我们认为法律在维护共同 我们这些人之间共同利益的层次上面 各种状况下都应该要受到保障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两位的来宾 来跟我们分享很多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故事 我们谢谢我们翁建强律师 同样又再见 还有我们谢谢我们王林子王律师 谢谢大家再见 请大家一定要收看我们每周六日播出的节目 晚上九点的时候 靖天电视台还有我们YouTube频道上面的靖天电视 Go的TV 看电视学知识 律师的忠言让你受用一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